欢迎收看房市关键报报,我是黎叶 马上带您来看到今天的热门关键字 今天的热门关键字 最近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被视为打炒房重权的平均地权条例 它上路之后到底有没有机会让房价下降呢 就有专家认为从新建渔屋的数字可以看出一些端宁哦 锦文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副教授张定轩指出 平均地权条例修正草案是针对投机炒作的意志 因此自然是短线投资客活跃的区域影响比较大 而哪些区域的压力可能比较大呢 当然是渔屋比较多的地方 张定轩认为等到这些渔屋量大的区域价格受到压制时 其他的区域才会因为比价效应而降低 那么我们就接着来看哪里的渔屋比较多 哪些区域会比较危险呢 内政部统计111年第二季屋林五年内的低度使用代售新屋 新北市因推案量比较大 渔屋量位居六都之冠 从110年第一季到111年第一季维持在15000宅左右 111年第二季则增加到16272宅 而板桥区与淡水区合计就占了约2成5 再来看到桃园 虽然桃园渔屋量从106年第二季开始呈现续降趋势 但到了111年第二季又增加到了12650宅 其中龟山区占三成 中立区与桃园区各占两成 渔屋量破万的还有台中市 台中市长期呈现缓增趋势 但在111年第二季增加到11502宅 北屯区、南屯区与西屯区合计约5成 南部渔屋虽不如北部中部量大 但台南市长期仍呈现缓步增加趋势 111年第二季增至6605宅 其中安南区、永康区与善化区合计约4成 高雄市从105年第四季达到12558宅后 开始缓减 于111年第二季减至7489宅 以左营区、前津区减少较多 不过渔屋量仍有不小卖压 6都中维持缓降的只有台北市 台北市从107年第四季达到5415宅后缓步下降 从110年第二季起连续五季维持4000宅以下 宅数远低于其他五都 中正区、中山区、内湖区与北投区合计约占5成 今天的精选新闻同样来看到平均地权条例的修正案 其中一个规定预售屋五年内不得换约转售的规定 对于业者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代销龙头业者海月表示 因代销建案产品策略 以首购、换屋与长期置产为主 若平均地权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通过后 自助买方取得合理的市场价格 对公司代销业务是正面发展 目前房市保守观望 买卖双方对于价格的认知差距持续扩大 我们来听听专家们对于市场有什么看法吧 全球区不动产情报室总监陈炳成指出 2023年目前没有任何好消息可言 还可能在平均地权条例修法 持续升息阴霾 国内总统大选以及无二战事 通膨等不利总经因素下 不见曙光 建商称价没有意义 将建价格明确下修 也可能出现30万栋保卫站的情势 价量双跌恐直到2024年 需持续观察 那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真怎么说呢 他认为今年住宅新增供给量更大 如果经济走衰景气下行 房市持续疲弱 供过于求 那预期今年上半年房价会明显松动 而因为前两年房市火热 房价飙涨 不少中小建商看到市场好 也来一窝蜂蹭热度 过度乐观 过度投资 如今情势反转 房市转冷 资金压力大 市场预期烂尾楼将越来越多 再来看到板桥有一间超迷你的客应店 不仅空间窄小 就连老板出现的方式也很奇特 这间店铺位在新北板桥府中附近 店内实际平数只有0.4平 营业已经将近50年 柜台后方有一把梯子 只要客人按下电铃 老板就会从楼上爬下梯子来做接应 老板也透露 其实店面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小 是民国72年时 政府征收其楼 让原本一楼三平空间变成一平不到 不过租金也从过去每月36000元 降到1万多元 今天的买房卖房 我想问有网友询问贷房贷的问题 原po说他去年买车自己是贷款人 而他先生是担保人 今年要办房贷 先生会是主要贷款人 这样先生担保车贷的部分 是否会影响到房贷部分 底下网友们都说 只要有正常缴款就不会受影响 要圆坡不必太担心 以上就是今天的房市关键报报 记得打开资讯栏里面的连结 了解更多相关内容 也别忘了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想法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